美的骑士千万件 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 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的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A用 微软并上最受欢迎的搜索词 竟然是Google 谷歌公司的律师 周二对欧盟法院说呀 Google是微软公司的 BIN搜索引擎上 搜索最多的词语 谷歌要求欧盟的法官 推翻创纪录的 50亿美元的罚款 并且撤销2018年的 反垄断令 法官称 谷歌在运行其安卓系统的手机上 不公平地预装了 它的搜索应用 欧盟委员会则指称 谷歌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 以挤压潜在的竞争对手 并且建立近乎垄断的市场份额 根据谷歌的说法 这一结论是不公平的 谷歌的律师说呀 人们使用谷歌是因为 他们选择使用 而不是因为他们被迫使用 第二条 今日粉碎 Neman Marcus 数据泄漏 影响了数百万在线客户 备受青睐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百货公司 尼曼周四表示 他正在通知460万的客户 他们的一些个人信息 包括信用卡号 用户名和密码 可能是在2020年5月份被泄漏了 根据NBC纽约新闻报道 这家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奢侈品领售商 在发出的新闻稿中表示 他们最近了解到 未经授权的一方 获得了客户在线账户的某些信息 该公司通知了有关部门 并正在与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合作 调查此次入侵的性质和范围 这些遭遭泄漏的数据可能包括 客户的姓名 联系信息 信用卡号码和有效期 但是不包括信用卡背面的CVV号码 Neman Marcus 虚拟礼品卡号码 但是没有PIN号码 用户名 以及Neman Marcus 在线账户相关的安全问题和答案 公司说 受影响的大约310万张支付卡 和虚拟礼品卡中 有85%以上过期或者无效 Neman Marcus的信用卡没有受到影响 得知黑客入侵以后 Neman Marcus表示 该公司开始采取措施 保护受影响客户的账户 要求自2020年5月以来 没有更改密码的用户 重置在线的密码 该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说 公司认为客户是最重要的 公司正在努力支持客户 并回答有关他们在线账户的问题 公司将继续采取行动 来增强系统安全性 并且保护相关的信息 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客户可以通过 他们专门的呼叫中心电话 与公司进行联系 该中心每周7天开放 周一至周五中部时间 上午8点到晚上10点 周六和周日中部时间 上午10点到晚上7点 第三条 今日份最干脆 马赛驻赛州 你禁止攻击性武器 枪械巨头一怒之下 要牵走总部 美国枪械巨头史尼斯韦森宣布 计划把他的总部 从马赛驻赛州 牵到田纳西州 因为马赛驻赛州立法机构提议 禁止生产 销售和拥有攻击性武器 这家近160年历史的枪械巨头表示 由于马赛驻赛州的立法提案 禁止他们生产攻击性的武器 将赤资1.25亿美元 搬离在该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总部 马赛驻赛州民主党领导的立法机构 正在考虑 禁止销售和拥有攻击性武器 或者大容量的弹夹 这是一项全面的枪支管制措施 也将禁止这些武器的制造 除非出于军事或者执法的目的 田纳西州经济和设计发展部表示 史密斯韦森将把他的总部 以及分销组装和塑料注射成型业务 搬到诺克斯维尔以南29公里的马利维尔 预计这个新总部将在年底前破土动工 近年来 田纳西州在共和党的领导下 放宽了枪支限制 今年早些时候 田纳西州成为大美帝最新一个 允许大多数21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携带手枪的州 第四条 今日份最吸睛 大美帝游泳奥运冠军 参与国会骚乱认了罪 或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大美帝两届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 凯勒 因为参加今年1月6号的国会骚乱而被起诉 他在9月29号认罪 目前正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综合华盛顿邮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报道 凯勒原本被指控7项罪名 但是因为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 最后只被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一项重罪 凯勒对此认罪 并承诺将协助后续的调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官 在29日的法庭听证会上接受了凯勒的认罪 该法官将在下一次听证会上 对该案进行判决 不过目前尚未敲定下一次听证会的日期 此外司法程序罪最高可判20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鉴于国会骚乱事件第一位认罪的男子 佛州男子霍奇金斯 也只被判处了8个月的徒刑 凯勒的刑期极有可能是远远低于20年的 现年38岁的凯勒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作为800米自由泳接力的其中一棒获得了金牌 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 第五条 今日份最尴尬 距开庭期只有三天 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被确诊了新冠 在距离开庭期只有三天之际 最高法院周五表示 大法官卡瓦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根据最高法院的说法 56岁的卡瓦诺没有出现新冠症状 他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根据最高法院检测归程 所有大法官在举行面对面会议前 都会进行例行的新冠检测 卡瓦诺上一次检测呈阴性 是在周一的会议前 但在周四大法官巴雷特受职仪式之前 再次进行检测 卡瓦诺就被发现确诊了新冠 他在周三的时候 曾经在华盛顿特区 参加了一场三英里的慈善长跑 最高法院称 卡瓦诺的妻子和女儿也完全接种了疫苗 周四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但出于谨慎 卡瓦诺夫妇都不会出席周五举行的巴雷特受职仪式 这是最高法院欢迎新法官的例行仪式 最高法院的工作停期从每年的10月第一个周一开始 并持续到次年6月或者7月初 新停期定于下周一 也就是10月4日开始 目前还不清楚 卡瓦诺是否会缺席周一的日程 届时大法官们将听取自2020年3月以来的 首场面对面口头辩论 数据表明 新冠病毒会对老年人构成更大的威胁 最高法院年龄最大的法官布雷耶 今年已经83岁 而大法官托马斯和阿里托也已经年过七旬 49岁的巴雷特是最高法院中最为年轻的大法官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等你来哦 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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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误 董乐 董乐 董燗 董乐 董 Saturn